大家好 欢迎球场时间 我们等你来关心的是英国保守党党魁 现在进入了决选 大家都在关注的是 谁能够坐上首相的大位呢 那么现在呢 这两位候选人就展开了 一系列激烈的辩论攻防战 外交大臣特拉斯 还有前财政大臣苏纳克 要争的就是首相之位了 两个人不约而同的 纷纷打出的是抗中牌 尽管其中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政界 但是似乎抗中就是这场辩论的主旋律了 好 特拉斯呢 来看他强调的是 他说他上任之后 就会打击像TikTok这样子的中资企业 限制英国对独裁政权的技术出口 人权方面 特拉斯还提到了 像是新疆 香港 现在发生的人权问题 还有俄乌战争当中的 中国大陆不谴责不表态 他认为在种种的 这些国际事件上头 英国必须要采取的是 更加强硬的立场 而另外像苏纳克明确的表示说 中国大陆是英国 还有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 他说 之后如果他有 这个办法成为英国首相的话 那么他将捍卫的是英国的价值 但是对此呢 中国大陆旅居英国的学者 曾瑞生 他就是这样分析了 他说如果之后再使用 种族灭绝这样的词汇 这样的用语 来讨论新疆的问题的话 恐怕呢两个人都还没选上 那么英中关系可能会是更加的恶化 而只需要来看到的是 美国现在即将面临的是 他们11月的其中大选的 也是一场重要的选战 考验的就是拜登政府的其中成绩单了 而现在拜登政府终于同意 愿意用关押在美国的俄罗斯军火商 也就是外号死亡商人的维克多布特 来跟俄罗斯交换被扣押的女篮酬员 格莲娜还有前美国海军保罗惠特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也表示 会跟俄罗斯的外长来直接沟通 i the coming days i expect to speak with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Lavrov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war began i plan to raise an issue that's a top priority for us the release of Americans Paul Whelan and Brittany Greiner have been wrongly detained and must be allowed to come home we put a substantial proposal on the table weeks ago to facilitate their release our governments have communicated repeatedly and directly on that proposal 波雷克也提到 美国在数周之前 就向俄罗斯提交了实质性的提案 但是一直都没有获得俄方的回应 媒体也分析 由于其中选举即将到来 民主党现在面临了压力 选举之前要确保两人获释 已经是白沟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而继续来关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也有可能牵动着年底的11月的选举 外界就关注说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 到底是会不会访问台湾呢 现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裴洛西8月的亚洲行 即将会前往到的是日本 印尼还有新加坡 不过在他的官方行程里头 是没有看到台湾的 而美国共和党籍的议员 现在就批评说 白宫劝退裴洛西的行为 就是在向大陆可投 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 裴洛西也可能会停留在马来西亚 不过裴洛西是以安全为由 拒绝讨论他的出访行程 白宫对此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而针对裴洛西可能会访台 大陆连日以来的严正警告 要求美方要取消他的行程 而其实在美国政界里头 对于裴洛西要底要不要访问台湾 是有着不同的声音的 而现在华盛顿邮报的社论 就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好你看到这个标题 它写着说是裴洛西是应该要访台 但是重要的是时机是要恰当的 其实这篇社论是认为说 拜登先前就以军方认为说 他访台不是个好主意 这样子来回答媒体 对裴洛西应该访台 这样子公开敏感的议题 好公开了华府考量点的做法 华游认为说 这样根本就是亮出了你的底牌 是相当不至的 因为在公开的场合 你这样子说出华府的考量 那么现在华游更是分析说 美国其实现在是面临一个两难 因为裴洛西不但是有他的义务 以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 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但现在如果是因为北京的威胁 就取消了他原定 可能计划访台的行程的话 无疑就是承认 北京对美台关系 是握有话语权的 而现在裴洛西可能访台消息 已经导致了美中的关系紧张 那么大陆多次也表示 必定会采取相关的行动 而就在此时此刻 拜登跟习近平是即将要视讯通话 白宫也证实 现在台海局势将会成为两人会谈的重点 美国航母雷根号打击群 二十五号离开新加坡 据大陆网站观测 如果方向持续不变 雷根号将进入台海 而最新卫星图显示 距离台北不远的大陆空军基地 新增多架殲六五人机 在佩洛西尚未决定是否访台之前 美中军方各自较劲 火药位失足 如果佩洛西真的来台 将会是继一九九七年前 中院议长金瑞契之后 访台的最高层级美国官员 不只五角大厦官员 向佩洛西说明台湾情势 国防部长奥斯丁也表示 他已经亲自和佩洛西交谈 并且提供安全情资 让佩洛西做决定 我们敦促美方 客观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将拜登总统多次重申的 四不一无一承诺 以及布林肯国务卿 做出的积极表态 落到实处 大陆军方和外交部一再重申 要求取消佩洛西访台 陆美环视网编辑胡锡进 更建议佩洛西访台是美国挑衅在先 陆军应该派遣军机伴随左右 白宫公开表示 拜登和习近平将会聚焦 美中经济竞争 尽管白宫低调回应 佩洛西访台计划 但在大陆强硬警告下 台海局势以及佩洛西访台 显然无可避免会是两国领袖 讨论焦点 记者刘家宇报导 我们使用手机时间很长 用电量也消耗得很快 现在出门呢 这个行动充是基本必备 在大陆的行动充被陆媒揭发 里面有装置居然可以窃听 还会定位 让消费者呢 只要你拿着这个 等于你的生活全程被直播 实在很吓人 而根据报导 说这款行动充电 是透过更换晶片 来窃取消费者的个资 世界会曝光 是因为有消费者不小心 把这行动电源摔到地上了 送信维修的时候 师傅才发现的 里面草草的一个行动充电 居然有整套的窃听系统 目前警方介入调查 日本在前几天 才出现首例的喉豆 现在又发生了 这是呢 这个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间中午发表的 说出现第二例了 这患者是30多岁男性 主要居住在中北美洲 而在21号入境之后 就有一些倦怠身体不舒服情形 227号口伤黏膜发炎 后来就确诊是喉豆个案 目前在接受治疗 而那个日本媒体表示说 这个男子抵达日本之后 就感染 感染这个 抵达媒体日本之前 就感染了喉豆 目前还在接触相关的接触者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发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